希腊神话故事 作者 古斯塔夫·施瓦布 塞门纽斯 爱丽丝城的统治者名叫做塞门纽斯 他是一个富有偏执专横的王子 他花费巨大的开支建造了一个美丽的 叫做塞门门尼亚的城市 他自己觉得很伟大 所以变得更加的专横了 他想让他的臣民们像供奉宙斯神一样的供奉自己 他模仿雷神驾着一辆简陋的马车 穿过他的城堡以及希腊其他的属地 当他驶过一座铜桥的时候 他尝试着把火把射向空中 模仿闪电 用马蹄声模仿雷声 他还派人杀掉了一些臣民 却谎称那些人是被雷电击中 主神宙斯在奥林匹斯山顶 看到这些荒唐疯狂的举动 非常的生气 他从云端把一个真的雷电丢到人间 击向那些疯狂 专横 无礼的人们 雷电一刹那便击死了那个不可一世的国王 摧毁了他那建造的城堡以及那里的居民 希腊诸神对所有胆敢侵犯自己的凡人都毫不留情 何况塞门纽斯冒犯的是把威严视作生命的主神宙斯 塞门纽斯的故事更像是一个黑色幽默 使人类不得不把自己可怜的雄心视为虚妄和疯狂 现代人善于把一切题材都变成商业上的噱头 于是宙斯就会出现在一些烧烤炉的广告上 在那些广告上他戴上了手套拿起了烧烤铲子 变成了一位发怒的厨师 不过广告商这么做并不是出于对宙斯的敬畏 而只是想通过雷霆之主的出现 让消费者联想到烧烤炉的活力 宙斯的威名在西方家喻户晓 但是如今的人们似乎更喜欢用他的名字为自己的宠物命名 根据英国宠物协会的统计 在英国以宙斯起名的公狗就多达3900只 美国20世纪福克斯公司出品的宙斯和安妮·罗克斯 讲述的就是一只名字叫做宙斯的小公狗 和一只海豚的浪漫故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